这张是天文一号于3月7日拍摄的美国伊犁号火星车 当时火星车和着陆点之间的距离约为200米 这张是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MRO于3月11日拍摄的祝荣号 当时它已经行驶了大约1600米 科幻剧中才有的科技斗法不是发生在地球上 竟然发生在火星上 目前只有中美两国的祝荣号号奇号伊犁号火星探测车 在荒芜的火星上探索 这次中美两国火星轨道器互相致敬互拍留念 都拍到了什么 伊犁号才跑了200米 祝荣号还好吗 我们先来说说天文一号 它包括两台相机 一部雷达 四个科学仪器 其中主管拍照的是中分辨率相机和高分辨率相机 这张图片是高分辨率相机拍摄的伊犁号在着陆点附近 图片的分辨率为0.5米 相当清晰 周围的山轮连片的沙丘清晰可见 从这段伊犁号自拍的行动视频中 我们能看到满地的碎石 最近还有石块进到脚里 一走不好就要各脚 好奇号破损的车轮就是前车之鉴 当时它距离着陆点仅约200米 这是什么情况 伊犁号才跑了200米 当然不是 伊犁号登陆火星一年有余 截止3月28日已经跑了6.58公里 当时伊犁号刚从南赛塔探测了一圈回来 收集了8个样品馆 正要前往杰泽罗三角洲地带 天文一号拍摄的这张照片 正是伊犁号出征前 再看一眼出生地的情景 目前它能加速前往三角洲外园 寻找火星生命的遗迹 再来看看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简称MRO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对它并不陌生 它拍摄的图片经常出现在介绍火星的文章或是视频中 迄今为止 它已经拍摄了超过10万张超高清的火星图像 隶属于NASA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2005年升空 2006年到达火星 它共包括三台相机和五个科学仪器 其中高分辨率成像科学相机 是一个直径达0.5米的反射望远镜相机 在300公里高度 最高分辨率可达0.3米 仅比部分军用级的卫星分辨率略低 比我们平时看到的卫星图像分辨率还要高 号称高清的骨骼地图 其卫星图像分辨率仅为1米左右 所以这只火星之眼拍摄的图片 堪称超高清图像 为人类认识火星做出过重要贡献 3月11日 MRO绕火星高度仅为288公里时 拍摄了这组注农号的超高清图片 图像的最高分辨率要略高于0.3米 整幅调态图 共由4张图片拼接而成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注农号的行驶轨迹 呈现出蓝色的着陆平台 注农号发出的深蓝色 白色的降落伞和银白色的被罩 甚至还能看清注农号转弯 或是对泥火山的探测 我们拿这幅图和24日发布的 天文1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比较 会发现注农号又向前行进了约百米 它好像在探测一座沙堆或是小山丘 并且我们还能看到注农号车轮走出的细黑线 着陆平台和降落伞与隔热被罩清晰可变 注农号降落在火星乌图邦平原南部 现在这里的季节已由夏季过渡到秋季 秋季是火星沙尘暴肆虐最厉害的时候 也许过几天降落伞就会被吹走或是掩埋了 截止至2022年3月24日 注农号火星车发回最新图像 它在火星表面工作306个火星日 累计行驶1784米 天文一号载轨运行609天 距离地球2.7亿公里 它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运行正常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然而 令我们不安的是 在注农号的自拍中 太阳灯电池板明显有一层灰尘 这些灰尘会威胁到注农号的工作 甚至生存吗 它有哪些除尘绝技 这是下一个视频要详解的内容 敬请期待 我是黑科技在身边 将持续更新 好奇号 伊犁号 注农号 在火星的任务进展情况 以及最新的宇宙发现 喜欢宇宙及科普的朋友 请动动小手 关注我 精彩不容错过 精彩不容错过